我们的主题是台江鱼儿游 养殖鱼业永续深度旅游 规划与实施行动方案 以台江鱼儿为例 台江鱼人是位于台江国家公园内的水产养殖业者 致力于生态永续与科技养殖 引起我们的研究动机 以下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本组于董事长深度访谈 实地观察 史瓦特分析后发现 台江鱼人想要推出特色休闲农业旅游 但全面临许多问题 那我们该怎么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呢 由于气候变迁问题日益严重 全球政府、企业、人民都该正视此问题并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将台江养殖鱼业文化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结合 这是个很棒的想法 本组讨论后决定设计一套创新 结合台江养殖鱼业文化与SDGs的 台江养殖鱼业永续深度旅游行动方案 以下为本组的研究方法 我们主动参加教育部气候变迁创意行动因 并且跨领域结合商业经营科 与水产养殖科组员学校课程所学 规划线上线下虚实融合的行动方案 本组希望传递台江养殖鱼业文化和SDGs 取名为台江鱼业游专题研究团队 我们的口号是台江鱼业游 一起爱地球 我们团队合作设计台江鱼业游logo 专写养殖鱼业永续深度旅游导览手册 SOP手册 建立带官方账号 涉及赖贴图与问候图 结合永续涉及NFT 及线下实体旅游活动赠品 与时与教育桌游 并撰写活动宣传文案与海报 我们将设计内容 与台江游人董事长 台南市农业局局长 台南市公共旅游局局长 以及成功大学学者讨论 透过产观学 共同检合正确性及可行性 我们将产观学提出的意见修正后 实际推出台江养殖鱼业 永续深度旅游行动方案 上架电子书 在四个传流音乐平台上架Podcast节目 上架17款NFT 亲自拍摄12部线上深度旅游影片 并建立YouTube频道 本组亲自前往国中小及公益团体推广 并实施两次线下实体旅游活动 实际进行线上与线下虚实融合的多元行动方案 以下为本组第一次线下实体旅游活动情形 今天天气好冷哦 不想去游泳参观太久 不用担心 我们先在室内观看养殖鱼业永续深度旅游影片 也可以了解台江养殖鱼业哦 哇 这次太棒了 线上旅游也好有趣哦 在现场还能实际体验实作 玩食与教育桌游能了解正确选择海鲜 为地球永续尽力 回家之后还能随时收听Podcast学习 真是太方便了 第一次实施后 我们与企业进行检合 发现有两点需改善 一 影片缺少完整的占别连接 二 海鲜权的指南对长辈来说字不够大 我们将问题进行改善 以下为第二次实施情形 各位爸爸妈妈小朋友好 吃当地当季的水产品 不仅美味健康 也能减少碳足机 为永续贡献一份心力哦 台江游游活动 众人认识养殖鱼业与永续发展 制作式要喂鱼 以及拐材螃蟹体验活动 也都好好玩哦 第二次实施后 游客主动表示此次活动丰富精彩 提供亲子友善的环境 和生态永续的学习 董事长称赞活动相当成功 本组除了线下实体旅游 也与在地国中小及工艺团体合作 推广养殖鱼业文化和SDGs 协助企业善进社会责任 根据文件分析结果显示 本研究能增加消费者 在认同企业在永续方面的努力后 进入购买该公司的产品 董事长自证感谢壮 并发布新闻媒体报导 本研究与台江游人产学合作成果 暂时本研究设计内容创新使用 解决台江游人缺乏特色 休闲农业旅游的问题 台江游人已正式采用 本研究设计成果 与官网商家推出养殖鱼业 永续深度旅游 达到务实致用与产学合作成效 我们跨领域团队合作 透过业界实作提升沟通表达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研究成果也能被业界实际采用 同时还能为地球的永续发展 尽一份心力 真是太棒了 台江游人 一起爱地球